《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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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全体管理人 日本人 现在七十四岁 现在我在小六浓家工作 我还没毕业小学 所以我的中文不好 他们问我 小六浓的目标是什么 小六浓做什么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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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在来有小六郎这边 西末是幼稚在北 杰州分边的杰州分边的杰州分边 杰州分边的杰州分边是幼稚在 这次是杰州分边是幼稚在 通论概念的话有好 这边有困难很多农民的一切都不关心幼稚在北 农民不自一切我所以我非常困难 人家请你做这个他说了不做 面天我问为什么你不做这个 他说了面天做一条都不做 两条都不做两条都是我生气了 为什么你不做我生气了 他的一个认真就是让我觉得是 刚开始是觉得是很可怕的 包括对这个土壤这个重心是这个做农 这是要怎么做怎么做 很多人对他这种方式是不理解 包括我们村的农民一开始也会说 你让他教你做农业 你肯定不会赚钱 但是说他不会让我赚钱 我也愿意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这个土壤有问题了 通过土壤改良之后 我们种植的这个萝卜呀 茄子什么 然后我们不用化肥 不用农药的时候长得也很好 也不要担心这个虫子 买过一次我们的胡萝卜 都觉得这个胡萝卜是好吃的 外面的东西吃不了 今天我们产出低农药 露萨栽培的生产 富有小小 小陆屋有二十个大方 种植蜜瓜 这个蜜瓜全部白黄银要买 有点贵 这个天空大方 明年三百目或者一百目有种植蜜 花肥的两分之一 所以这个方法不推广 低度的有醉肥 一起击乎 我的目的是 推广 循环有击栽培 那谁低度醉肥 这个人不在 所以我培养人的最重要 今天接受低度铁肥的方法 用绿茶加上飞气的铁片 把铁片浸泡在绿茶的茶水里 这样你可以自作低调 培养会 我现在一共三十六次 一间二百二十个人有参加 来学习循环农业的目的 就是为了改变黄河滩区的整个面目 之前我是做厨师的 食材也是挺多荣耀的 所以我就突然有一次刷微博 就刷到了它 然后慢慢了解之后 然后就过来学习 学习这个新华农业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趋势对未来 现在中国的新华农业的意义 有了解的人非常重要 这些东西也很满足 这些东西也很满足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日本美智最少 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可是我在小陆屋 今年我现在 我感觉中国人和美智 日本美智最少的不一样 中国人的文明 心里比日本文化 来小陆屋的时候 没有钱 没有朋友 没有地方 乞丐一样 真的乞丐一样 有回日本的飞机票的钱 这是有的 可是我中国的工作 一切都还没成功 所以不想回日本 然后我当时对他是觉得 就在这住几天就走了 没想到他就住了一个月 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没有钱投资了 他又把自己回家的路费 拿出来 他说那你把我的这个 保险柜的钱拿出来 还有六千块钱 然后我就 我就回去的路费 我就不考虑了 我就不走了 往这边成功 日本的约定 日本的约定 日本的驰骑 韩国人搬送 我 人生什么都有困难 我的好处有恋来能力 有别的地方 小来给我有大工资 长期长期休業的话 全部投资 我不要这么辛苦 不过长期观点 小来整理又好 为人民服务 不过长期长期长期 原来都在长期前去有好的地方 这时他们要有失望了 所以我不去有别的地方 有这份成功的话 谁都可以好比我们的工作 小留屋 欣赏我的理念 最好的地方 我可以工作 有什么趣的地方 这是一个画面 的地物 都要在这里 更多的地方 就是用一种地区